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好 我們現在開始開會 我們上次的會議記錄 已經放在各位一眼的桌上 請參閱 有沒有意見 許遠 有沒有意見 OK 好 那就會議確認 好 換一下好吧 那就讓你先 可以 就是因為本期是登記二號發言 如果留意的時間還不允許 我就可以先發言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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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们先让大会报告 今天的议程是继续进行我们交通部门业务咨询 那现在是非委员会的议员来咨询 那登记第一位的是刘德林刘一言 15分钟 会议主席我们陈议员 然后我们今天所有交通部门的各行政首长 还有各科室主管 我们在这个还有我们电视机前面的 关心我们高雄市市政的我们的观众朋友 大家早安大家好 首先请教一下 我们捷运局局长 交道局长局长就站在 捷运局局长 局长在你昨天工作报告的时候所提到的 我们的轻轨二阶段的一个发包 已然发包了 由中刚现在得标 那我们现在第一阶段的这个八站 市营运期间 现在目前为止 我们在市营运这个阶段 我们搭乘人次有多少 截至目前为止累计的话 有44万人 44万 那如果说我们这八站的一个运量里面 我们的基本的成本是多少 目前基本成本部分 我们跟我们整个 韩瓜维修 韩瓜营运的部分 那这一部分 这两个部分都是委托我们捷运公司 那我们依照我们委托捷运公司的部分 是14站的委托的部分 那14站委托里面 我们依我们合约规定的话 要一亿市一年 一年一亿市 对 那你是等于说 这一年一亿市是整个的 37站的一个还是14站 你刚刚讲 全部 你这不是第二阶段做完的 是做完是多少 37站 对 那你这37站 你刚刚讲到14站是什么意思 我们有分两阶段 第一阶段就是水岸轻轨 部分是西万到西十四 那西万到西十四 会到明年六月之前 整个要完工 那另外就是 第二阶段部分 我们委托花包出去的部分是中刚 那中刚的部分这一段的话 从这个西十四以后 这个阶段是第二阶段 对 那我们现在 我先讲第一阶段 第一阶段我们 我们现在的市营运的 这一段期间几个月了 多久了 市营运到现在将近一年 将近一年 那我们还要市营运市到多久 我们目前 其实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市营运的这个 整个的 我们现在 其实应该是开始营运 只是我们没收费 那我们预计的话 就是到 因为到西十四开始 我们差不多还有 我们希望就是赶在 那个春节之前 春节之前 我们现在到春节的话 大概 那我问你们 目前为止 我们的整个的市营运的 这个成本是多少吗 市营的成本差不多 整个合约的部分是 余义市 那因为我们 我们算到西十四的话 到整个合约的部分 现在是西十四 但是我们现在 只有营运到西八 那营运到西八的成本部分 其实跟西十四的成本 就不一样 这一部分 我们还会再跟 那个捷运公司做清算 那刚刚跟议员报告的部分是 我们预计到西十四的成本的部分 是一年是余义市 那所以这里面实际上 它运作的部分 还要配合到西八的 实际成本部分 还会跟那个捷运公司 这边做清算 那另外刚刚 议员有提到的部分 就是我们整个 整个运作的部分 会是到西三十七的部分 那刚刚议员有提到 就是说 我们什么时候开始收 我们原先是预计 在暑假结束之后 但是暑假结束之后 如果到明年春节 其实只有三个月 那三个月期间里面 变成说我们这个变动 短短三个月 会有两次收费的情形 那个价格是不一样 所以我们就 就是考虑到 整个对市民的方便使用 所以我们预计在明年春节 西十四全部通车之后 才开始收费 等到明年之后 那我们来讲 春节 明年春节 没有关系 那你如果明年春节之后 我们现在营运成本 就要一亿四千 对 对不对 还不算其他的站就要一亿四千 对不对 你从十四到三十七 还有另外一个结算 是不是 对 好那既然是这个样子 那你 我总 我再紧张一下 我们如果说整个三十七站 全部通车 我们一年的营运成本 我们的搭坐人次 要有多少 才达到基本的成本 我们现在 其实 那个整个营运 你们都应该早就估算出来了 对对对 营运要能平衡 就是要108年完成之后 109年 然后109年之后 三十七站的日运量部分达到八点三万人 那这其实我们可以平衡 八点三万人平衡 这是第一个票价的售价 第二个 我们的另外的广告效益有多少 广告效益的部分 目前我们才开始营运的部分 一列车的部分 一次我们会收入八万 那未来会配合不同的情境 你预估预估多少 预估我们来讲的话 我们是 目前是预计就是 整个收入的部分 因为这个跟班次有关系 所以预计是4%的部分 百分之四 百分之四 就是营收票 票收的百分之四 广告费啊 对 百分之四大概是多少钱 另外我们加总 我们土开基金 土地开发基金是多少 到目前为止执行了多少 我们土开基金部分 当初我们设置轻轨 中央补助65亿 我们支出差不多101亿左右 101亿左右 165亿嘛 对 那我们现在来讲的话 我们当时说服高雄市市议会 是土开基金的一个一个带动地方的一个繁荣的一个土开基金 借由土地的一个这个标标租来产生的一个这50年这个来溢注到我们的整个成本上面嘛 是不是 那这个部分到现在你们执行到现在多少 跟留言报告 我们的土开基金部分我们整个运作部分就是说 我们由市政府用土地坐驾 那土地坐驾之后就坐驾给我们土开基金 那我们土开基金再去进行开发 那在这个开发之前的话 我知道 我现在问你这个部分是当初在说服高雄市议会的时候 你们这个对于广告跟营运跟土开基金这三大项的加总起来 我们一直在质疑在这个整个的轻轨 未来是不是质疑你们这个这个样子坐下去 会成为另外一个前坑的一个法案 这个这个案子里面 这个整个的一个 当然我们的整体大众交通运输 它是持平的一个 我们也不打算它能够创造多少的经济这个 这个我们的回收 这个回收的部分最起码要打平嘛 是是是 这一部分 它的营运的这个盈利我们不敢设想 你连打平的你现在都没有办法 而且不但没有办法 而是成为一个很大的一个前坑 你将来这14战1亿4 你有多少我们不要算别的 我们37战加起来 算它1亿5好了 你一年1亿5你算算看 你有办法8000 8万3000个这个售票人次 还有我们的广告收入吗 对这一部分 云收的部分是可以平衡的 就是在109年的时候 109年只要我们的目标是要达到8.3万人次 如果达到这一部分的话其实是可以平衡的 那另外是要达到8.3万人次才可以平衡嘛 你有没有把握是不是变成另外一个前坑嘛 因为你整个的一个现有的一个环状当中 你等于说来讲单向这样子环状 那是否达到真正的一个一个路网的便民的一个最主要的效能吗 这一部分是在我们整个推估里面是没问题的 整个是符合我们整个推估的需求 局长 本期看到你这些上面来讲 我刚刚讲土开基金 你们预估要让这个土开基金的能够在土地活化 能够加入这个我们的开发成本里面 这个资金挹注 而不要用到高雄市市政府的一个裁员的一个主体状况之下 我们来同意你这样子做 在同意你这样子做的这个基础状况之下 你现在看原本如果你土开基金在前两年 如果说在这部分所有的工作能够做完成 一部分可能在现在现有的土地价格 会比较更好一点 可是你现在来讲的话 你看到现在整个经济跟我们整个房地产的一个萧条 在这个萧条当中 你现在又要沉淀 你这个土开基金能够溢注到高雄市我们的轻轨有多少 我都会在质疑啊 所以说从土开基金到广告收入到我们门票收入 我们的车票收入 在这上面加起来 我非常非常的忧虑跟忧心 是未来的高雄市的一个市政府的又是一个前坑 又是一个噩梦 你还是要拿我们市民的税金下去 一直不断的一个添补 这是最重要的环节 也是我今天在跟你讨论的一个最重要的细节 我希望在这上面来讲的话 当然我们交通网络的一个建制 可是不得不忧心 以你们现有的工作的一个进度 本席是非常的忧心 而且在这边再度加强 我们看到整个的公车处 当我们公车去测 这个测掉之后 我们看到现在 我们好不容易把公车处的 每一年累积的这么大的一个赤字 现在慢慢慢慢在泥平 所以说你未来又再加上这个前坑 更是我们没有办法接受的 本席在这边对你提出指教 我希望你针对本席这些 做一个更完整的一个规划 而不要到最后 我们再来做这个前坑的一个填补 这是我们不乐看到的 好不好 好 感谢刘委员 我在此也跟刘委员报告一下 我们有长期跟中期跟短期的部分 长期的部分 我们整个计划部分 会在133年达到平衡 那第二个部分中期的部分 中期部分我们现金举借的部分 我们用在轻轨上面的建设部分 25亿 但是土地座价部分 已经达到38.62亿 那而且这个是只是公告限制 如果说我们把它变现之后 其实那个金额不只是如此 第二个短期 我们每一年里面 依照我们所有金油 我们整个公债委员会 审议的部分 我们依照这个计划执行的部分 我们到106年的部分 是要2.59亿 但是我们今年 特末武器部分的处分 我们可以得到4.5亿 所以这一部分的平衡部分 感谢刘委员的提醒 我们会朝这个方向 让轻轨 其实轻轨 依照目前的进度跟执行部分 是不会成为前根 但是未来的部分 我们会继续留言的提醒 我们会针对这一部分再去强化 然后让这些问题不要造成 我们另外所有公司的一个负担 局长你现在的这个数据跟数字 并没有陈列在所有的资料里面 我也是说这个部分 还是目前来讲 是在决运局里面的是一个空洞 你还没有成为38亿的事实 我现在指教你还没有成为 这里面就是说我们的资产 其实公告限制就已经38亿了 那我们其实从 有些是从学校用地 有些是从文教区 那这些并跟都教成商业区 跟其他使用分区之后 这也就是我在质疑的 我们现在这个土地的一个 一个标涨跟一个现有的 这部分就是有关系的这个差价 对那现在就是说我们现在 所以说我要指教你的部分 就是在这个差价上面 你的预估跟你的实质的金额 我们的预估部分都还是去保守 就是说我目前其实是公告限制38亿 那如果说我们做市场的一个处分的话 会超过这个金额 我们现在现有的 你说38亿到实际上入库为主体 对不对 现在我是希望 我指教你是希望提醒你 不要再成为另外一个前坑 是 你请坐 谢谢刘议员 我们观光局局长 我们观光局局长 好谢谢 局长 从民政局到观光局 在整个 看你工作报告的整个的 一个内容跟内涵 是大致 是我看的过去 可是我再想请教 除了这个数字的一个呈现 跟我们实际的社会的现有的这个现况 并不是跟你所工作报告上面的一个真正的能够对比的 我再请教你一下 我们今年的去年的一至九月 到跟今年的一至九月 我们的整个的大陆的来台的人数有多少 好跟议员报告 我们现在目前手上的数据 因为如果是统计旅数人次的话 大概就是半年做一次统计 所以目前呢 我们一到六月的状况 今年的一到六月是 105万六千零五十六人 这是路客的部分 那一百零四年的一到六月同期是 一百二十三万零九百五十五人 那我们用推估的方式来计算的话 大概同期相比大概减少百分之二十 那如果是一到六月的同期相比大概是减少14% 主席再加两分钟主席 好给我们留言两分钟 继续 好那所以刚刚议员所提到的就是 路客减少的这个状况 大概就是今年的同期一到六月 跟去年的一到六月同期相比 目前我们的数字是减少14% 最主要我们也很关心 不管我们地方观光产业的一个重要性 那你现在担当这个观光产业的 一个最主要的推手 我们也看到你这推所谓的南向 我们现在来讲的话 也在免签证的部分南向 那你也是是不是针对了 我们中央的一个这个蔡英文总统的一个南向计划做结合 可是你有没有想到我们到底这个南向计划 我们的未来的现有的状况的一个配套 你到底了解了吗 像以你来这个样子来这个评估 我们的配套 你知不知道我们的整个的南向的这些包含 我再请教你越南 我们现在印尼越南 我们的导游有多少 我跟远远报告 大概接到的讯息 大概都是几乎是没有的 很少非常少 那至于详细的数字 我手上是没有的 但是我们跟导游协会 因为这次有办这个东南亚语系的导游 导览员的训练 所以我们知道它是非常缺乏的 我跟你讲 我们泰语的只有47个了 我们这个印尼语的 这是全国的吗 全国性的 这个全国性的 所以说在这边那么缺乏的状况 这个匮乏的状况之下 我们既然你有要推南进 可是这个南进不是空有口号 我们要整个要做个配套 它到底实际的人数 并不是我们来讲 看到这么亮眼 所以说在这个的前提之下 你怎么样让我们的观光产业 在我们高雄能够翻转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责任 是 好 我跟远远报告 从我们高雄来 高雄游客的数字的分析 其实国内的旅客跟国外旅客 大概是6比4这样的一个比例 这部分你如果说达不完的 私底下再来找我 那另外我再补充一个 我昨天有跟你提到 眷村文化 尤其我们高雄县的明德班 我们原高雄县的明德班 也是无限通信 它也是一个非常 能够具有一个历史的一个价值 它这个价值来讲的话 不但是里面的文化 古迹 再给留言一分钟 我印注到我们的观光的连结 尤其在凤山 尤其你知道高雄市 我们的整个的 有三大官校 有陆军官校 海军官校 空军官校 你也看到 最近我们在努力的黄埔新村 黄埔新村现在要保留 那怎么样在文化局来做打造 我们交通局作为一个推手 这个样子来做一个主体的结合 对于未来是一个这个观光 兼顾的观光旅游里面的文化之旅 也是跟苦基之旅 这个非常好 我希望本席在这边所提出来的这个希望我们观光局能够深入 我们这两个地方做一个主体的评估跟计划 怎么样来做 未来能够实现在这上面 能够再带动我们整个观光的另外一个亮点 好不好 好 谢谢医院 我想在这个我们的眷村的文化保留的部分 文化局其实做了蛮多的努力的 所以我们在黄埔新村 包括我们这个凤山前的这个明德训练班 整个他都是做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保存 那最近文化局在那边有办活动 我想对于整个眷村文化的这样的一个推动 我想也可以打造为我们一个观光的一个新的亮点 所以这个部分呢 我们再来跟文化局看要做什么样的结合 我们一起来推动 好 谢谢 好 谢谢刘一言的质询 再过来是许慧玉 许一言 15分钟 谢谢 谢谢大会主席 陈议员 各单位主管 各位媒体女士先生 各位议员先进大家早安 我想其实在去年 不管是台湾的媒体也好 网络里面的流传 我想Uber这样的一个交通体系的一个 目前还是一个没有合法的一个组织 那其实在国外先引起很大型的抗争 因为已经影响到我们一般合法的业者的一个生存 那结果这个议题也慢慢入侵到我们的台湾这个地方 所以交通部呢 其实在最近有针对要对如何去对抗Uber这样的一个团体 就有做一些小幅度的一些修正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张表 我们一般的计人车啊 跟多元化计人车啊 这个基本上都是属于交通部的 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推动的范围 因为这个多元化的计人车 推出主要是希望能够来对抗我们的Uber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一般的计人车啊 一般来说我们都有车顶灯 然后多元化计人车呢 它却是没有的 它没有车顶灯 Uber更不用讲了 因为它是欧白 它在台湾没有合法 所以Uber跟我们的多元化计人车 是没有车顶灯的 好 那我们看它的颜色 一般计人车他们都是黄色嘛 但是呢 多元化计人车里面呢 它基本上啊 它可能可以有黄色以外的颜色 所以它也可以用黄色基本色 也可以用其他颜色的代替 好 Uber是完全不在这两个范围之内 它是开自己的车 所以自己的车就五花八门 包括它也可以改装 也可以改装 因为它完全不受政府的控制 好 那所以其实呢 我先讲到这里就好 讲到车顶灯跟我们的颜色 一般人的直觉 我现在急需要出门 要搭计人车的时候 看到小黄来 他的确是比较放心一点 至少这个在政府的把关上 他必须要有良民证 在我们警察局这个部分 没有任何的犯罪记录 它是合法的 有营业登记证 那很多的计人车 都有那种靠航 这方面的一个登记机制 所以基本上 除了我们政府可以控管以外 还有车行这个部分 有很多的记录 可以留下 所以即便 如果一般的计人车 不小心有其他的范行 我们可以循现追踪 但是呢 我们看到Uber这个部分 很多都是开了 自己自家用的车子 而且完全看不出来 到处流川 今天本席 如果我假借另外一个人头的名义 去申请一台Uber 但是不是我开的 是我的朋友 结果他去营业了 我的人头可能被茂名顶替 有可能 为什么 因为我们看到下一张 我想这几天 很多人在讨论这个议题 有一个女大学生 可能去 跟一些好朋友去KTV 之后可能不生酒力 当然我们不了解过去 他是不是本身 这个酒量好不好 但是真的是 最垮了 结果等到到达目的地的时候 不省人事 那这个34岁的Uber的问奖 那一直之间也担心 自己本身是合法 不 是非法的 所以他也担心被检举 结果就把他带到Motel里面去 那可能因为那种环境 的确也很容易引人犯罪 不应该发生的事情 终于还是发生了 结果事后呢 当然后来 这个事情很快被揭发了 但是今天女大学生 她个人的身心受创 这个问奖先生虽然是以下 已经用民事方面 至于他们怎么样去 做一些民事方面的和解赔偿 不了解 但是问题是 一个女大学生的清白 她是在非自愿的情况之下 被设计 不是感情上 你请我愿的 这样的一个身心受创 谁来关心她 那目前呢 我们的交通部 针对这个Uber的部分 只要你被抓到 你违规营业罚款 从5万到15万 甚至未来 不排除 就是说可能修法 提高到100万 甚至比照公平法里面 以避免影响我们的市场竞争 最高可以乘处2500万 接着我有很多问题要来请教 好来 请教一下 接着 请教一下我们的 陈局长 今天说实在 我想 这个被性侵的这个案件 或许 这个只是服务出台面的 第一个案件 并不代表台面下没有 因为有些搞不好 在第一时间的时候 被发现的时候 可能私底下就和解了 根本没有第三者知道 那有时候女性受害了 受害了 她可能也碍于颜面 搞不好她也有家庭 她也担心她的另外一半知道 会影响她婚姻 所以都会希望私底下和解 但是我觉得 私底下和解 老实讲 会更造就我们的犯罪的温床 是更加的严重 泛滥 所以今天 我们的交通部啊 我觉得 我觉得太好笑了 今天我们没有 有效积极的方法 去让我们的Uber 在我们台湾消失 不敢讲完全消失 至少减少 她可以在路上爬爬走的 结果我们反而提出一个多元化计程车的一个方案 要来对抗我们的Uber 结果你看啊 当然没有错啊 我们在收费的部分啊 包括付费方式 轿车的方式 的确是有做一些些的调整 因为为什么很多人现在喜欢搭Uber 尤其是年轻的乘客 因为第一个 她没有那种制式的颜色 她是自家用的脚车 那其实有很多开Uber的一些问奖啊 她不见得是缺钱哦 有些人啊 搞不好有一种 在游走法律边缘的 的那种心态啊 她可能本身的经济不于溃乏 她只是想开个车出来 可能顺便犯罪 那如果没有被人家发现 了不起私底下赔一点钱了事 也没有第三者知道 我想隐藏这样犯罪的一个因素 绝对有在我们的Uber里面 当然我不是把Uber污名化 但是你现在推一个多元化的机能车 结果你跟我们的一般机能车 反而有一点点不同的区别 颜色你没有规定一定要统一黄色 那你今天多元化机能车 颜色可能跟我们的Uber一样 那我们的消费者怎么分辨 然后交易部又呼吁大家 你们大家尽量不要坐Uber 因为危险哦 你危险你颜色你还没有统一 然后现在当然在这个收费部分 就是说因为它也可以事先先经过 我们消费者的同意可能先用信用卡 电子钱包各方面先付费 同意之后再上车 那我们的Uber当然也是 它可以利用手机APP里面 就可以交责非常的方便 但是就是因为方便当中 隐藏了很多的危机 好 本席的问题来了 接着我都是要提问我们陈局长 陈局长 我们交易部啊 我不知道哪个天才教授 想哪一个天才的不是教授 我们的官员 想出这样的方式 你认为这样的方式 真的可以对抗我们的Uber 可以把它消灭吗 可以保障我们乘客的安全吗 还有现在慢慢喔 台湾可能也慢慢要推倡 我们的同志的婚姻喔 未来搞不好会修法通过 同志是可以结婚的 所以今天上车的受害者 一定是女性吗 未必喔 局长 现在整个社会结构在翻转 大改变 慢慢走向两性平权 所以受害者也有可能是男性喔 好 那我们如何 在现在目前交通部的法力 还不够周延的情况之下 我们要怎么去保护 这些的乘客 请局长回答 陈记长请答复 谢谢赵记长 谢谢我们许议员 对于计程车乘客 权益跟安全的关心 那首先我先表达 目前Uber它不是计程车的特许行业 它目前登陆的是资讯业 所以我们在这边 要呼吁我们的市民朋友 Uber它不是计程车 它是资讯业 所以消费者可能要慎重去判断 自己所选择的 但是因为它收费比较便宜一点 所以有些消费者也相当喜欢 所以我们必须要先提出这样的一个呼吁 第二个就是刚才议员所提到的 交通部现在在推动这个多元计程车 看起来好像有一个部分 它要放宽成有一点类似Uber 它没有黄色 不是小黄了 那到底有什么差别 那Uber跟现在交通部要推的那个多元计程车 不是用颜色来区分计程车 这有一个很大的差别 就是说交通部所放宽的 这一个不是用黄色的 但是它还是需要有计程车的执照 所以它基本上它是车队 基本上它要符合目前计程车规范的法规 第三个 第三个 请让我讲完 第三个它不能沿接染客 第四个 它必须要透过轿车平台 也就是说这个轿车平台 会避免刚才议员所提到的 说我不知道哪一部车是我轿的 它是透过轿车的平台 这样的技术是目前Uber他们在使用的 那当然Uber它还有一个功能 就是刚才议员所提到 怎么样去能够去腐纯金 有一些危险的不良的 它透过所谓的使用者的评鉴 那目前多元计程车方案里面 也希望能够引入 这个消费者乘客 他们去进行这个评鉴 也就是说透过评鉴的方式 让这些即使它是合法的计程车 但是它的服务品质不够好的部分 也能够把它给剔除掉 那这个部分是交通部目前 我所知道他们希望能够来处理的 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差别 多元计程车方案里面是合法的计程车 Uber到现在还是非法的计程车 当然这很清楚 但是这个规定里面 并不能够完全去消灭我们的Uber的生存 局长而且你要知道 你刚刚有特别去提到 今天我们多元化机轮车的这些 可能都是加入车队 它还是有一个合法的一个 政府的一个控管范围 其实跟我们一般机轮车 对消费者来讲 它还是比较保护乘客的一个安全性 至少政府有在帮忙把关 如果万一真的出事情 至少我们有寻现可以保护消费者的一个 但是就是说你要知道 如果今天透过一个平台做控管 如果今天我可能乘客跟我叫车的时候 我去到目的地 然后等到我要折返的时候 是怎么讲 那个过程当中可能刚好遇到 我们的交通巅峰的时段 但是问题是我不见得有接到 车队里面给我要叫车的讯息 他就必须要空车折返 那老实讲 所以这样子 如果机轮车现在 有一个一般机轮车 又一个多元化机轮车在竞争 又一个Uber黑海在那边竞争 这样我们很大 一天是要赚多少钱 要赚多少钱 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规范 并不是最完美的 有时候我们反而 好像有一小部分感觉上 我们有在保护乘客 但是我们也丧失了 今天我们机轮车 问蒋大哥 他们的生存 因为要叫车队就不掉了 不叫车我不能 那可能我现在顺路 我可以赚一名乘客 可是规定不行 你就是要空车折返 除非有我们的车队 这个地方的电台 跟你呼叫 你才可以去行驶 去载客这样 所以我想 这个法律里面 还是有很多的漏洞 我希望我们的局长 集市广义 那高雄虽然 劳工朋友蛮多的 很多都是机车族 但是 有时候怎么讲 北高毕竟有时候 需要进行商务方面的 业务往返的 还是相当多 搭机车车的 其实也不在少数 我希望局长这个部分 要集市广义 好不好 对 要多把关 好你先请坐 好 那我想我还有一个问题 也是要保护我们的 我们的大众运输系统的 这些的乘客的一个安全 我想经过这个 郑姐事件之后 很多人搭高铁也好 高铁当然时间更长 去到台北可能要90分钟 甚至两个小时 但是如果搭捷运 当然是时间比较短一点 但是只要是搭乘 公共运输系统 其实大家都非常害怕 好 我想跟我们的主席 是不是可以接一下 没关系两分钟就够了 那待会 我请我们的检验局的 吴局长来回答 本席的问题 经过郑姐这个事件之后 很多人 都会以精神异常 这样的一个方式 替自己做一个 很好的一个挡箭牌 所以犯罪 几乎无罪化 所以我想请教局长 给许一言两分钟 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台湾的法官 也很多人不敢办这样的案件 觉得他是烫手三语 所以人心惶惶 现在治安非常的差 我请教一下 我们的捷运局务局长 如果今天我们搭捷运 公共运输系统 或者说可能是搭公车 我们针对郑姐这个事件之后 很多这样的一个公共意外 我们的乘客 现在目前为止 我们的高雄市政府 到底有没有加强这个部分 对我们乘客公共安全的 一个警戒 请局长回答 还有捷运局 吴局长请答复 感谢主席 感谢许一言 对于这一部分的关心 那这一部分 我们是找两个面向处理 第一个面向部分就是 增加那个截警的见警率的部分 所以警察局这一部分的话 他们也真的截警的部分 然后去强化 第二部分的 像我们轻轨本身 其实我们车厢本身 其实它都有监视器 那监视器里面 其实监视器之外 其实还有紧急按铃 那这些紧急按铃之后 就可以通知到我们驾驶员 然后立即做紧急的一个处分 那这样的话 让整个这些 有这些危险性的部分 其实让它降到最低 局长 只剩不到一分钟 本席特别提醒一件事情 基本上 在公共运输系统里面 最容易犯罪的温床 在哪个位置 你知道吗 在最后一排 本席高中的时候 都是搭公车 从大社 搭到市区里面来上课的 最后一排 经常都是犯罪的温床 所以即使今天 只是提高我们的见警率 是不够的 我们要知道 犯罪的温床在哪里 要针对这个问题去演你 这样子我们的乘客 才会有保障 我们需要更多一点细心 局长我希望未来 你要注意这个问题 好不好 我们接应本身 其实它有四个门 所以在整个 而且门其实没有像 我们公车那么小 那有关许议员提醒的问题 我们再会重新再做检视 谢谢我们许议员的咨询 这块是 中盛友议员 15分钟 谢谢主席 那么今天交通部门 列席的局处首长 以及各单位主管 所有高雄的市民朋友 议员同仁媒体朋友 大家知道 首先我要来请教交通局 我待会几点建议之后 先他这回答就好了 那么对于我们交通局 对整个大高雄地区 一个交通的一个管理 跟规划 我像我们陈局长 所领导的团队 都非常的努力 尤其我看到你们的官部 有声说 这个近年度 105年 完成了 一道路 一停车场 一公园 一绿地 一龙巷道 这个都给肯定 尤其在未来之下 还在继续规划的 国道医的那个 零武交流 跟这个钢山交流道 当然对这地区 都会搭车 这每一个部落 再继续的争取规划 能够早日完成 当然这个是 不是只有公三 任务地区的这个民众 是整个整个 大高雄地区 大家是民朋友的期待 这个有带 局长 继续来加强 不过我看过 你们的官部之后 过去我们在 这个咨询当中 实际上说 政府纵然清白 这个我都看到 有整个基山地区的 我还很相信 又在那里都没有 就是没有规划 那整个地方 对整个这个都有关心 交通状况 独独这个基山地区 基米地区 都没有看到 有这个规划 本省有三点建议 第一就是说 本省原来是 曾经跟局长建议 就是看看能不能国道石 这个当然是要跟交通部 公路总局这些来 所有的军会都要经过他们来 就是我有那些局长 来做规划来跟他们争取 第一个国道石 能不能够延伸到 这个清水到中坛地区 那有的 整个美容的刺痛心 这样 看那些都每次都走到 福安那些都每次来打车 可以对外的交通 这个 那是一点 那土地很容易取得 因为清水那些都是 台糖堆 都是台糖堆 所以很少民地 这是大家 地方在那关心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就是说 现在本来 本省原来有建议局长 就是说 可以说国道石 能不能延伸到山林 叫公路总局会看 就是说夜光山隧道 不予行驶快速 所以根本就行不通的 那么 是不是为了将来 这个三哪家山三民 那麽啥 经过那些道路 可以对这个第一 有两点 第一个 是沿着旗南路这些 来透宽 到经过越美桥 来到我们达到 这个山林的这个 待遇区 那个是第一个 那么延续的 我刚才说的 就是说 地点起来 目前那些道路 就是为我们三哪 就台二十一线就对了 为三哪到这个架山 这个尤其是新庄 集来方面 它的路都很软软的 这样啦 是不是第一点 看有这个 这个条件来透宽谷 这个是第一点 要来跟局長 希望来政策 还有一点 就是说 现在我们大高雄心的 那个内面 纳入大生活圈 局長 上面有报告过去 会对这个 新华 对那 纳入生活圈 到那个 内面的动物园 是不是 来做一个 整个 如果到来门的时候 可以经过 我们基山区的 玉塔玛地区 可以对那边来过 宽市沿岐南公路 或者是拎屁一个 一座桥 从沿潭到山林这样 这是间隔来说 三浪过的时候 因为家山 人家沿的 他都要经过这条道路 出来我们市中心 我们高雄市的市中心 都要经过那些 以上 几点的时候 请我们局長来关心一下 交通局 曾经长其他话 好 谢谢主席 还有谢谢我们中议员 持续在地方上 有关 旗美三菱这方面 交通建设的一个关心 那刚才议员所提到 国道10号延伸到 我们美容 清水到美容 这个案子 大概 因为它不是国道的系统 后来选择的是 由公路总局 进行几个 三个替选方案的评估 那这个评估报告书 大概在10月6号 就是上个月 这个月的10月6号 大概也完成了 期末的这个审查 那等个他 期末审查完以后 会做修正 修正完以后 他就会暴布 进行下一阶段 就是沿线的这个环境影响 冲击评估 我想这个如果程序上顺利的话 整个环境评估 做完应该就可以去争取 相关的经费来 来施作了 这个也是我们期待的目标 第二个就是说有关秦南到大爱园区或是山林再到甲仙这个部分我们会持续跟公路总局来做要求跟进行必要的这个会刊看看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让这样的一个透宽的计划或是新建计划能够往前推动 第三个部分就是有关刚才议员所提到内门的地方那个刚好有一个八六 怎么样把它延伸下来 当时我们也是努力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后来选择比较容易完成的就是用一八二线去做节弯取植的方式 能够接到我们内门动物园 然后再跟齐山跟美龙这边接在一起 目前这个计划 我们公务局也有送这个营建署的生活圈道路计划 因为今年那个气燃费 中央政府缩减了 所以变成在五月的时候他没有同意我们这个计划 不过市长也指示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项交通建设 希望公务局持续跟这个营建署 用生活圈道路的改善计划 新建计划去争取 那我们会持续来关心这样的进度 那如果有任何的进展 我们会随时跟议员这边保持联系 辛苦了 感谢了 请多 接下来我来 那个要请教观光局曾局长 我那个提案了 他做的答案就好了 很感谢局长啦 因为有时候我来开车 因为开车你有知道 我们美龟山那里来的时候 路途比较长远嘛 都会开电台 有时候听到 我是高雄市政府 这个观光局长曾志文 然后就推销什么 都有在做这种宣传的活动 这是一个 因为我们大家都要提高高雄的知名度 国际知名度 要将我们这个观光地方的发展 能够在高雄能够展现出来 那么局长还有以及所有团队都非常的用心 这个也值得肯定 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 因为过去的时候报纸 立法院都在一直说这个大陆客的问题怎么样 就是大家在关心的 都就是有关光旅游的问题 那么我们中央政府就是一直在重视这个南向政策 所以我不知道我们的局长对我们高雄地区南向政策 这个看法 还有要怎么样来把这些东南亚地区的结合在一起 来到我们高雄游玩 看有做什么整个月吗 来 郭文局政局长其他方 好 谢谢主席 谢谢众议员 对于我们新南向政策的这个关心 那我想在关光的部分 我们配合中央的这个新南向政策 其实我们去这个东南亚国家进行一些推广跟行销 那目前就像我的报告里面所提到的 有一些成果 包括有一些新加坡的彩线团 泰国也有这个彩线团 包括这个越南的部分 也都到我们高雄来 而且他们是把这个行程特别安排 从台北拉到这个高雄来 那所以我想在这个部分 我想对于这个国际的这样的一个行销 我们会持续去努力 除了原来我们对于东北亚的这个部分 就是日韩的客人的这样的一个争取跟维持以外 那我们对于这个南向政策里面 对于东南亚国家的这个行销 我们也是十分的努力 那另外刚刚有提到说 对于这个新南向政策的部分 我们会做什么样的配套 我想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知道在这个东南亚国家 或东协国家里面 有很多都是穆斯林 所以我们在行销的过程里面 我们特别把穆斯林的游城也放进去 那在语言的部分 我想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所以我们包括所有的这一个DM 所有的这个游城的介绍 行销的资料 我们都用该地的语言去做一个翻译 让很多的彩线团 还有当地的旅行社 都了解我们高雄 对于配合整个我们当地的这个穆斯林的游城 有什么样的一个设计 那谈到穆斯林的这个部分 当然有很多的配套 包括这个哈拉认证的 是不是有友善的餐厅 跟这个哈拉认证的这个餐厅或饭店 那所以这个部分呢 我们已经办了一次的说明会 那有两百多位的业者来参加 那其中呢 也有八位的八家业者表达 他们有意愿要来协助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除了跟回教协会 以及呢我们高雄的这个清真室 来做一些合作 我们希望后续对于这个业者的这个辅导的部分呢 我们也会继续进行 另外呢 我们有一些会先做的 就是我们有一些观光景点 或者公共设施的部分 我们希望能够做一些 比如说我们的祈祷方向的标示 或者祈祷式的设置 以及这个静下设施的设置 所以这些都是在相关 这个对于穆斯林游客的开拓的部分 我们所做的准备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刚刚有提到 就是我们对于东南亚语的 这语系的国家的导游的缺乏的这个部分 那我想目前呢 我们对于这一个部分 在我们南部其实真的还蛮缺乏 因为我常接到业者的这样的电话 就是说他们有一些 比如说越南来的客人 那他们希望能够有一些导游 懂得这个越南语的这个部分比较少 那我们也跟相关的 这个东南亚的这些协会呢 做一些合作 那我们也跟导游协会合作 做第一梯次的训练 所以我们对于导览员的训练 第一梯次呢 我们已经办完了 大概有36位 那有34位有完成这个训练 那我们希望后续 能够交通部观光局 争取更多的资源 那也希望培训更多的这一些东南亚的这一些我们的新移民 来进入或者是他们的二代 已经是在大学 那也能够来接受这样的培训 那后续如果有机会了我们希望也能够让他们参加完训练以后 那能够去做这个导游的考试 不过因为导游的这个考试的部分 它是其实是资格限制的比较严格 所以他有一些必须相关的这个配套 还有法令的限制 必须需要去做一些改变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后续都会去做一些努力 好 先请求求一下一个 待会儿 简单给大法国修讯一下 就是说 我们现在南向政策当然积极 包括议员这些训练 导游种种 那当然是一个方向 我是建议这样 就是先那个免签 真情免签 这是最要紧的 那么第二个 那个越南 越南的越北 海防的副市长 也有来参加我们的那个城市广关论坛 我像那时候我在镜头 也看到那个我们局长有在一起 他非常同时 他我们现在驻外代表是李瑞琪 李世里代表 也有透过台商会 希望反映跟我们高雄市 海防市跟我们高雄市来缔结姐妹市 来缔结姐妹市 那么希望这个第一个呢 争取双方面的一个互动跟观光 有这一件事情 这样子 尤其你看我们台湾去的大部分都去他们的那个北部的下龙湾 所以我们希望说城市交流 我现在要说的就是你在观光局长 能不能争取啊 因为那个他们现在我们高雄都有指挥到这个河内 那么海防市它不但有广湾也有机场 不过它是国内机场 希望能够争取啊 能够高雄的班次到这个 那个海防 到海防因为它是国际机场 那是国内机场 希望这样的时候 因为它那个下龙湾是全世界的十大奇景之一 可以说很多人都要过那 所以希望说那能够争取到航线 能够到他们的那个 第一个就是交流嘛 希望跟我们高雄市 解败这个解面市 那第二个就是珍惜航线到这个 那请那个局长简单的答复就好 谢谢主席 谢谢中议员 对没有错 我分成几个部分来答复 第一个就是针对海防市的部分 港湾城市论坛的时候 他们海防市的副市长 也我有跟他见面 所以他也表达了 希望能够有高雄跟海防的直航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在月捷航空 即将在12月12号 有高雄胡志明市的直航 那过去当然越南航空 也有直航的班机 包括河内跟胡志明也都有 所以未来呢 海防市的部分 因为他们也把他们机场的 这个整个新盖的机场的 这个设备都让 跟我有一些沟通 所以他们也很希望 能够争取高雄到海防 因为海防到夏隆湾 其实是还蛮近的 所以这个部分呢 我们后续会再去努力 包括夜捷航空的部分呢 我们也去争取 是不是能够 能够双方能够有一个直飞 第二个部分就是刚刚议员提到的 就是我们这个中转72小时 入境免签的这个 争取东南亚的部分 那我想因为目前呢 东南亚国家除了泰国以外 它文来以外 目前大概就是越南印尼 都还没有开放免签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争取这个中转的旅客 在入境高雄72小时能够开放免签 这个部分我们也跟中央反映了很多次 目前他们也审慎在评估中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想 我们还是会持续再去跟中央做一个争取 好谢谢 谢谢我们中央议员的咨询 再来是林副保林议员15分钟 谢谢大家的主持陈议员 我们在这段部分各局所长 大家和我找到大家好 我首先要来请到我们的交通局 没有的观光局 因为大家都知道六贵六贵无拉会 六贵就是一定要拼公公而已 六贵也是龙三品而已 但是这道风胎 六贵的龙三品 说真的 真的 米山去土而已 还有鸡鸡鸡 包括鸡鸡 美女可能没人吃 这么多啦 这么多的东西 包括鸡鸡 美女 我们六贵的龙三品 真的有够完 所以说六贵 就是长久以来 就是靠我们很快通的 我们如果没有通 也是说真的 死沉沉的 但是终究 我们稍微缩小定点的六贵 要怎么发展它的观光 以前在那个市局长我就没说了 六贵一定靠第一 泛舟 第二 温庄 第三 藤枝 风景区的开放 第四 就是我们六贵隧道 一定要开放 所以说很感谢 感谢我们丘委员立委 丘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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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说在那里 在讨论 六贵隧道 开放 观光 这个问题 和村长 大家在那里 摄楼 摄楼 但是 现在正常的理事先 感谢我们丘委员 丘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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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六月就开始了 六月就开始了 六月就开始了 我是说 既然 按观光局 对这个 有什么配套 要去宣读的 请 这个局长 还是科长答悟 是好不好 有 观光局 科长吗 要请 科长 多多多 好 谢谢主席 谢谢丘委员 也感谢丘委员 对于六贵观光的这个关心 其实 长期以来观光局对于六贵这个地方 除了温泉以外 我们也知道 因为南横这个都没通 所以对于他的整个的游客 影响真的非常的大 所以除了温泉以外 我们其实对于六贵整个环境的建制 一直长期都在努力 包括这一次的泛舟 虽然泛舟是国家风景区 貌管处 他们一个活动 但是观光局也在这个部分 我们也推出相关的配套的游程 所以我们也让游客 除了泛舟以外 他们还能留下来过夜 所以当地的这个旅宿业 在那个时候其实都是客满的 所以我想这一点是没有问题 一定是全力支持 至于刚刚议员所提到的这个 六贵的十八罗汉三的这个部分 其实我过去在担任民政局长的时候 我跟六贵驱公所 就一直针对这个十八罗汉三的隧道 要打通这件事情 也一直跟邱一颖邱委员都有一些合作 那也跟这个邻务局也做了很多的沟通 不过那个时候 因为都一直非常的不顺利 所以都没有同意 那最近呢 他们已经同意了那个公文的部分 所以呢观光局这个时候 我们也跟这个贸管处 跟交通部观光局有申请到一笔经费 所以呢我们对于十八罗汉三的一个服务区 一个跨越整合的这个技术的服务案 我们已经开始做规划设计了 所以这个部分呢 其实是有在努力 所以我想未来这个部分 等到我们的规划设计案全部都完成以后 那我们会跟贸管处这里交由他们 好来做一些这个整个发包 或者就是发包施工 以及这个委托的部分 好好请坐 所以今天我就要说 因为这地方观光是非常重要 既然中央的工作 有我们立委已经在那里OK了 所以说我们地方 我们的观光局一定有什么配套 一定要加进脚步 快去做 因为明年就开始了 明年的六月就要开放了 所以你想 这个东西 六区的理论交统 就标示说六区 大家 他们这里对六区的观光 大家拖中心 我看这个理论都交统 所以我们这六区的观光 十八六岩山 它的隧道的开放 对六区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一个观光的景点 还有 是不是 林工也再度来努力 我们的藤枝风景区 在藤枝风景区 在藤枝风景区 我最后是个人林工区 也要关键中 关键中 我以前高雄学的时候 都在办那里 藤枝音乐会 真的开开开 所以我们在这 我这六区 光光派发电 就是我们卡到 很多工作 因为那天我也想过 有林工区 槌博局 槌博局 还有什么公务局 什么 所以我们六区 是卡到的 七合局是多少 有很多中央的 所以我说 中央的 我相信我们厄寇也会 拜托我们在那里 来到桌上 既然 我们十八六岩山 大家下来那么久了 大家下来那么久了 现在已经有了 我是說拜託我們觀光局這個配套一定要加緊腳步 趕快做好 不要說我們中央用好了 我們電影還在那裡 還有啦 他剛剛說過 六九也是要靠雲爭 但是我所知道我們雲爭 我們也花很多錢 我們也很用心 因為八八過雲爭都全去覆盟 現在我們已經農很多地方 我記得我以前也要這順規 主席啦 都農沒有啦 這道我們還花兩千萬吧 我們還花兩千萬 還要農 我不知道這個進度是怎樣 謝謝主席 謝謝林議員 對於六龜溫泉的探勘計畫 其實我們一直也都沒有放棄 所以第一季的部分有開挖過兩次 但是都沒有結果 那這一次呢 也是要開挖 那有兩次 所以目前的進度是這樣 這是一個統包的工程 第一期的工程已經挖完了 但是他挖到的部分 因為可能是挖得不夠深 他的溫泉是有的 但是量是不夠的 所以後來 我們還可以有些參想 找出我們包來的水脈的部分 包括國蘭的簡董和竹林的王先生 我們就是找到這個水脈 那我們也去用一些比較先進的一些科技的部分 去做一些探勘 所以我們現在找到了這個 我們原來的這個包來國中的後面的後台 有一個台地的部分 做於我們專探第二口溫泉景的一個這個基地 那目前呢 我們預計要挖掘的深度要900公尺 那是一個很大的工程 那目前挖掘的這個深度呢 已經286公尺了 286公尺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已經利用科技 也利用在地的這個 跟在地的人的溝通 以他們的經驗 那有責定在這裡 所以目前的進度是這樣 好的 給您聽一下 給您我剛才聽你說在地溝通聽了 我哪有啦 但我今天就是要說這句 你們什麼時候跟在地溝通過 我說真的啦 我們全力量 我會知道 又靠著人去求證 因為我相信 我們全都一定在雅客旁邊嘛 所以我們大人說 也需溫泉也需溫泉 你剛才說的困難 他也會在雅客旁邊啦 我那天也含你們的電論文講 你們有去找你們的陳科長 陳科長說 如果要照地方的意見 可能在大家的中央那天 他是一個大工程 但是我沒有相信 我又去望遠方來 他說不是啦 不是大漆啦 是壓漆的旁邊 不是大漆的中央啦 我相信 大家在外面 像南大隊都說 野需溫泉 野需溫泉 但是 我會知道 再度再問李長 我說李長 我們觀光局要來弄這個證 有和你們沉上哪有 他說完全靈 李長又keep up 說把你們建議完全不採納啦 我說真的啦 因為你們建 你們建議要用的是在山頂 我知道 在剛才六個里 北六個中後面的山頂 但是你是因為你們的專業 因為工工公司它的專業 我比一個禮給你聽 我以前在吉尾山上 還有種一家的香蕉 我要弄這個 我現在也要弄說 我比較方便的地方 我說我弄這 但那個細胞 可能也不去 他說林先生 你弄這沒水 你看吉尾山 那要走得多 走得多 我在外面的中 弄的 真的有夠多 有夠清晰 這就是他們的專業 他們的經驗啦 但是我沒有好意說 你們農國文公司啦 果然我也好 我也叫李長人問 什麼都問了 在頂便啦 不是頂 頂便是頂便 頂便是頂便 我也建議過 是不是要聽 為什麼地方 阿蓋蓋在座 他說應該是 在客旁比較有 但是 這地方 他說不看你們 家庭說九百說有 但是我知道 你們搖起來 還是一個水的 泥漿比較多 泥漿比較多 還是溫泉沒有 好多你卻說 沒有 還是泥漿沒有溫泉 我說一個 舉證一個 想對 你剛才說的果然 為什麼果然 在那裡黑千千 他就有了 因為他們地方 他們也知道 知道座 果然很早 果然 在八百貨 整個家庭 給孫科長 你已經知道了 他們就有了 為什麼我們 延宕八個家庭 跟這個運轉 我們又卡了一千萬 跟這個家庭 又沒有 所以說 台風像這樣說 以外 你去跟他們建議一下 稍微聽台風一下 台風雖然不是專業 但是它有經驗 所以大家 都用那個 國務公司 控造他們的專業 屬性 大家稍微配合一下 配合一下 是不是這個任務 可以來完成 吼 我的意思是這樣 因為李長 再三話說 李長 也要跟 東北的任務長 任議員 他也要跟他 我不知道那個 任務長議員 拿出說話 他在那裡 他在那裡 他們地方也要 到那裡 因為我們要讚嘆 溫泉的問題 所以我們在這裡 是不是 我們可以來 更尊重 台風 看台風 他們的意見 是怎樣 可以嗎 我請市長答覆一下 市長請答覆 市長請答覆 好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 我不知道是不是 議員方便提供 告訴我們 是哪一位里長 那位省里長 省里長 那我想 在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這個溫泉的開挖 在第一口溫泉的時候 就在104年 就已經開始了 所以那個時候 他們有邀這個六歸觀光 休閒協會 還有相關的單位去行程 去線刊 包括相關審查的 不過那是第一口戰的時候 那後來我挖了之後 發現他其實量沒有那麼多 沒有 所以要挖第二口溫泉 但是呢 這一個發包案 他其實是一個統包 就是兩口溫泉 就在同一個標案裡面 所以他必須要由同樣的這個業者 他必須要在挖第一口井 沒有的時候要做第二口井的砍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當然就要跟地方做一些溝通 包括國藍的檢董 包括還有就是 一樣就是這個六歸觀光協會 休閒協會的理事長 還有地方一些理事長 這個是在我來之前 他們就開始有進行了一些溝通 那除了專家學者的意見以外 他們用的是一個大地電磁法 跟電阻法 也不是只有在這個空中會看 我知道了 所以我跟議員說完 現在就是說 這個部分井已經開挖了 那地方的意見當然 我可以再去找省理長 我再跟他溝通說 他所期待中的或者經驗值 哪裡比較會有溫泉 那如果說我們在這個第二次開挖 結果還不理想的話 那我們當然會尊重地方的意見 我們會再做一些評估 理長也不是他專業 理長也是地方 他是經驗值 也不是他專業 也是地方的人給他的意見 那邊你們用的時候 在他們家吃飯 他也跟他們說 那個人說 那個人都不理他 所以他氣噗噗 我說真的 我說你們沒開過嗎 我問問人家說沒開過 我問人家說沒開過 你說沒有 在我家吃飯 我跟他建議 他也是沒要參與 但是理長他的訊息 也是地方給他的 除非理長也不專業 說這個 也是地方給他的 所以說在這裡 因為我拜託 他們六個的觀光 六個觀光是 客泛洲 客溫泉民宿 客安家都產品 所以在這裡 拜託一下 是不是人工你們這道 那我沒有什麼 是不是來聽聽地方的意見 他們的經驗 對啦 我們是希望說這次就一定會有 對啦 如果我有主意 給你們聽 我早在政人家 要學一個政 我也要講 比較方便 但是人家說 臨生 你一定要學這 比較有 說真的 真的大 哇 工又清潔 那是他的經驗 那是他的經驗 他們的心雜費 都有法徒統帝給你頂 所以這個部份 沒關係 我相信你 你們在聽 我等一下說 難道跟你說 你為什麼你告訴我 謝謝 還有那個交通區 局長我正面 我有說過 在我們機車 有的停車隔 拜託一下 你們紀元 如果要學 來給林議員兩分鐘 因為 因為這一個問題 那天 也有人去服務處 整個停車隔的問題 要換隔 因為在中方 他們家在中方 地方開車來那邊停 他說 你停也停一下 就好了 為了一停 我如果是工 他要給他 他說 你如果還不開車 我要叫檢察來那個 他說 你叫檢察來拖 因為這是 借務外傑 還不可以拖 第一 沒有收錢 你們外傑 在這補償表 檢察還不可以拖 一停 又去哪天 這我還說 哪天 我是說法律局長 你們買外 怎麼都不反對 很好 但是外來不用客氣 議員外來 大家很公平 使用者付費 你們就先收錢 還有收錢 不要說六點鐘一次 你們可以縮短兩點鐘 也好 不然你們六點鐘到我 要不要來停 晚上你們又沒有收 你們要收 不會收 我的停車場 你們政府補償一個 我的停車場 在那裡 對祖福 真的不公平 我服務外傑 我都停一禮 一禮 一禮 我不知道要怎麼出去 一直我就跟他們說 他們是不是會收錢 多收拐 兩點鐘 不要六點鐘 拜祭局長 因為一天又一個 去不撲 去不撲 來講 拜祭局長 陳市長請答覆 謝謝主持 謝謝林議員的關心 其實 我們李吉山那裡 如果有停車的需求 當然我們停車收費 還要加強 我會要求我們的停管中心 去看我們駐點的收費員 他到底工作的情況是怎樣 不是我市長不是說你不可以收 所以你沒有有那個盒子 他會收一下 你沒有噴盒子 他會怎麼收 我不是說收也不可以收 一些雞子已經有停車的需求 就應該要納入我們收費的系統 剛才議員建議說 在一些需求比較大的地方 應該要把計次變成計時 我們也有一個標準 我們會來評估 如果是到達那個標準 一定會朝這個方向來做 也感謝議員 很關心 讓我們這個資訊 好 是 是 好 感謝 謝謝 謝謝林議員 接下來是陳麗娜 陳議員15分鐘 謝謝 我今天想要先請教一下交通局 那在每一年其實我們都會公告 就是在高雄市的這個十大危險的這個 那個路口的部分 那每一次我們都非常注意就是 哪一些路段事實上是最危險的 那在中山路上面其實 光是中山四路就有幾個路口 是相當相當的危險的路口 那我今天要提的就是說 其實我們都知道高雄市 就是在上半年就有92個人 就是 我先看一下那個數據 那我想金幅 大家都知道金幅就是指金幅路 但是機車主如果經過這個地方 真的要自求多幅 沒有辦法說 在這裡有辦法有一個很安全的路面 那在這個情形底下 其實你似乎在現在的狀況來講 開再多單都沒有用 那到底狀況是怎麼樣 我先來比較一下 這個表格 我們大家應該是第二次看到它了 那台中跟高雄來比就好 台中跟高雄是在大家 在交通事故上面 在小邊 拚第一名就對了 大家看10年前10年後 陳居市長 我們都說現在執政10年 那10年到底高雄市的交通狀況是怎麼樣 大家就看一下2006年的時候 那時候台中在 每萬輛的機動車的這個造勢率 差不多是 我們可以看它那時候是第一名 高雄市是第二名 高雄市大概每萬輛有185.57件 差不多是這樣 那如果每10萬人的這個道路交通事故 史上人數 10年前到10年後 高雄市的前行就不一樣了 我們是在那個頭前那裡 我們都維持第二 台中是維持第一 都10年前10年後 第一跟第二名沒有改變 但是下面這個 一二名還是坐落在台中跟高雄 只是名次到過來了 本來是台中第一名 我們第二名 但是呢 2015就變成了 我們第一名 他們第二名 這個數據是審計單位給的數據 所以應該大家也都會穿車說 事實上的狀況就是這樣 10年來 我們的交通事故 並沒有減少 而且呢 我們增加的速度還比台中快 所以呢 到底是出了什麼狀況 我們還是做很多事情 我們做了很多的事啊 我常常聽說 大家討論說 交通罰款不要編那麼多 交通罰款不是 邁向交通安全的唯一道路 這句話是議員在講啊 官員就沒有在聽這句話的啦 官員就認為就說 沒有 只有這樣子做 我們的交通才能夠安全 那當然我們還有很多啦 除了罰款比較多以外 測速照相機啦 然後呢 當然還有很多的路面的這些 可能交通耗制 各方面改善 其實也做了蠻多力的 那到底是怎麼樣啊 上半年92人喔 高雄車禍的這個死亡 六都是最高的 那這樣子的一個狀況喔 比去年同期是84人 要多出六個人啊 那當然我們可以看一下 主要發生車禍的路段 在民族九路 鳳仁路跟中正一路 建國一路 這些路口 我們還是重複再提醒一下 大家見過的時候 要稍微一點 然後呢 還是一樣要注意一下 這個禮讓的部分啊 大家還是放慢速度 在這個區塊裡頭 注意一下安全 我們不希望就是說 在這些路口老是上榜啊 那在交通沒改善的地方 永遠沒改善 但是呢 事故的數量還增多 那 今天我要討論的 主要是在這個 金浮路的部分 金浮路這個路段 在中山四路 我們都知道 接大概中山四路有幾個路口 事實上是蠻危險的 比如說中安路 五甲路 金浮路 鄭海路 這個大概是十大造勢路口的 第一名 第三名 第八名跟第九名啊 中山四路 也沒有說 那個安柵 但是四條 有四個交叉路口 事實上都非常非常的危險 那 會危險的原因 其實 我想 這個大型車輛 是佔了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啊 那 在這些大型車輛的這個 這個 在這邊流竄的同時 我們有沒有什麼改善辦法 光是金浮路一條路而已喔 就是發生的 這個是只有1到9月的這個數據而已 五十四間車禍兩個人死亡 這是去年的啦 十人受傷 今年1到9月的部分是28件 然後七人受傷 台北而已啦 局長你知道金浮路有多長嗎 局長 陳局長請答覆 是 謝謝 金浮路就是 我們中山路往那個 港邊這樣的一個長度 往港口那邊 好 那你請坐 你也不太知道那樣大概有多長對不對 是長 算長還算短 不好意思 我可以再請教你一下 算長還算短 長短這個是要看它的車流狀況 才能夠比較有實質的 那我所知道因為 那個港口到 我們都常講英雄路短嗎 英雄路很短嗎 英雄路有多長你知道嗎 英雄路大概 一百多公尺到兩百公尺以內 兩三百公尺啦 沒那麼多啦 好那你請坐 好 那金浮路我告訴你有多長啦 金浮路大概有六百米 六百米啦 操場一圈 一圈半左右啦 所以這麼短的一條路 但是呢 真的是短的要命啊 真的短的要命 短的要人命啊 那我為什麼要這樣講喔 就是在這裡的狀況其實 是真的很可怕 怎麼樣來改善呢 其實這邊附近就是貨櫃車磚用到啊 但是是我們坐在這裡的狀況 有這麼嚴重 為什麼會這樣啊 那我們看一下 這是有一個影片喔 有沒有看到右手邊是怎樣 那個應該是摩托車道啊 機車道啊 但是呢 機車道能不能騎機車 應該不太行啦 因為你大概騎個五十公尺 就一輛的這個貨櫃車 騎五十公尺又一輛貨櫃車 你就要變成 在那邊繞來繞去 繞來繞去 那你乾脆 很多人就乾脆 不要騎機車道了 他就騎在哪裡 慢車道啊 他就整個都 跟這個 本來是他應該 貨櫃車要走這邊 他走那邊就對了 但是這個貨櫃車 是有在上面的嗎 他沒有在上面的 他是把那裡當作停車頂的 他是停在那裡的 他是停在那個地方的 那所以呢 怕死的騎在哪裡 你有沒有看到旁邊 就是騎在紅磚道上 驚死的大家都騎紅磚道 那不怕死的就騎在兩邊 剛好在貨櫃車跟貨櫃車的中間 在這邊磚 是這樣騎的 這邊去上班的大部分 也都是在這個港區上班的人 那這些基層勞工摩托車為主要的交通工具 但是每天都在這樣顯像 還生的地方 不斷的在那邊鑽來鑽去 鑽來鑽去的 那如果啦 如果靠近這個輪胎很近 或是靠近它尾巴很近 大家都知道 這是最容易發生危險的地方 大貨車有死角啊 在這個死角的地方 我們就會發現有時候 被後面的尾巴掃到 被輪子捲進去的 狀況很普遍 那這些情形也就是造成了 為什麼這個地方那麼危險 為什麼那麼危險的一個情形 這個不是今天才發生的 這個是已經很久了 局長已經很久了 所以呢在這些狀況底下 其實很多的機車族 每天都有很多的怨言 但是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也沒有人說 欸這個地方是不是能夠處理 當然我們看到其實 這個地方啊 交通 對 到九月為止開了多少張法單 九百丁 其實荷包還賺得滿滿的喔 不錯喔 但是呢 你說交通有沒有變好 沒有啊 你現在每天去看 整形差不多啊 每天的情形還是差不多 那這這樣子的一個狀況底下 我們常在講就是說 高雄市啊 這些交通罰款收這麼多 那到底能不能 主要我們還是希望交通能夠安全 才是重點 如果交通沒有交通罰款的這個 重罰之下沒有達成最後交通安全的部分 罰再多也沒有用 那我在這邊就是最重要還是要請教一下局長 你有辦法來處理這件事嗎 有沒有辦法來解決這樣子的問題 我們現在不要再講 就是說怎麼樣怎麼樣 那個講得很好聽都沒有用 解決問題才是最重要的 實際上解決問題的方法 是不是請局長回應一下 請局長請答覆 好 謝謝 謝謝主席 謝謝陳議員 對於我們交通安全 特別是在剛才提到這個案例 金服錄上面的這個關心 那怎麼樣維護我們市民的安全 特別在交通安全上面 這個當然是我們交通局還有相關單位 責無旁貸的責任 我們沒有逃避的理由 如果是需要再積極改進 我們一定是撤離自己 那剛才議員有提到 這個金服錄這個104年跟105年 大概可以看到A1 A2 A3都有降低 那我們希望 沒有 因為他只有1月到9月 其實還沒結束 是 是 是 我們希望 不是 你看那個數字 你可能看不到 這樣比較 我們希望有降低 我們希望有降低 但是呢 是不是也請你提出方法來 對 我要跟議員講的就是 剛才提到的那個整個死傷人數 因為那個主料的BASE 就是母體有A1 A2 A3 所以那個部分我們會撤離自己 你可能重點沒抓到 重點是這個地方有這麼多的大型貨櫃都停在路邊 我知道 那個就是一個很危險的狀況 我們現在都叫人家停車不要併排 對不對 那為什麼不要併排的原因 你很清楚 貨櫃車停在那邊那麼多 然後每天開單也沒有用 那這些狀況也是一樣啊 重罰啦 但是也沒有結果 你可不可以講重點 這個應該就是 當地區一定有大貨車停車的需求 所以我說這個會是結構性的問題 因為即使罰單下去 他們還是願意去圍停 那就是地方上結構的問題 所以我想我們會在到案會報裡面 把這個東西當作一個個案重點 來尋求解決的方案 那我跟議員報告 我們會就這個地方去了解一下 或許去了解一下他們為什麼一定要停在路邊 那是不是在停車的這個需求上面 有什麼樣的特性 我們來尋求這樣的一個解決方案 要不然他沒有辦法 因為就像議員所提到的 罰單都已經下去了 他們還是得要停 一定是有結構上的需求 那這個我已經聽到議員 就是你猜測說可能有結構性的需求 我想也可能有這個可能性 或者是習慣性的 圖求一個方便 我不瞭解是什麼原因 但是譬如說結構性 你要往結構性上面去改變 那如果說每一個廠商 每一家公司上面的 就是故意去違法的部分 那也拜託你們 每一家都要去宣導 絕對不能這樣停 如果這樣子做的話 是不是配合其他的相關的單位 去做這一家公司的懲罰 那甚至是可能 在他的這個使用的這個駕照 執照上面 去用什麼樣的一個處理方式 謝謝議員這樣的一個指證 我想我們在大安會報 可以好好來討論這樣的一個部分 那就我所知道 因為金服路 它是很重要的這個貨櫃車 從港口載貨出來 我這樣講好了 你們一直都沒有使用交通的手段 來處理這個問題 你也許他就在那個地方的停車場 都是在貨櫃車專用到的旁邊而已啊 但是他還是要走中山四路啊 是不是 那你們也沒有規定說 這幾家廠商 其實他可以走貨櫃車專用到 不要再把那個流量 都擠到中山四路來 中山四路到三四點的時候 就是塞車 每天都是這種狀況 也沒有看你們去處理過什麼樣的事情 這個是 局長 這邊交通真的做壞的 那危害著很多基層的 這些老百姓的生命的這個安全 所以要拜託你多用一點心在這上面 好不好 謝謝陳議員的指證 我說過了 我們會就這個問題來正視這個問題的嚴重性 尋求有效的解決方案 是 我們希望看到這下半年度就會有改善 好不好 是的 謝謝 那您請坐 接下來的部分我要談的是有關觀光的部分 大家都知道最近其實高雄的觀光不是太好 那我不知道方向對不對 但是我知道從數據上面看起來 其實呢 流失最多的應該是本國人跟大陸客 那怎麼會這樣子 大陸客流失我們都知道嘛 但是呢 減少最多的竟然是我們台灣內地的遊客是最多的 你 局長你先看一下 我們可以看到的就是 我們用前年跟今年的所有的數據 從7月、8月、9月來做比較 我們就可以看出來 光是 光是 全部的數據看起來 我們就可以看到其實 減少的數量還蠻多的 那 2萬幾個人 就是光是104年9月跟105年的9月就有2萬多人 那是陸陸續續減少 如果累積下來 就有4萬幾個人 只有這3個月這樣子看起來的話 那事實上人數真的是讓我們覺得很很 因為高雄市的光光的人數如果是4萬多已經差很多了 一定是差很多 所以我想對於各行各業的影響都非常的大 本國的遊客 本國的遊客 1萬4來講 其實佔了 都一半 我們減少的數量都一半了 所以這個看起來 給陳一言2分鐘 謝謝 那所以從這個數據看起來我們就非常非常的擔心 觀光的危機 觀光的危機 是不是呢 從7月份就開始擴大了 是不是7月份就開始擴大 有沒有注意到這樣的一個問題 本國的遊客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 為什麼 沒有要來高雄出場 其實台灣的這個內地觀光是非常盛行的 禮拜六日的時候大家都處理出場 那為什麼不來高雄 高雄不是宜居城市 高雄也有很多好玩的點 為什麼不來 到底是出在哪裡 那陸客的部分呢 是不是我們看著政治的狀況這樣 陸客我們就不用再加強了嗎 我們到底是不是採取這樣的態度 我等一會也請局長回應一下 那其實我們真正的失去的客人的部分 其實亞洲的客人 以這個亞洲的客人來講 其實失去的人數並不多 當然他也是負成長 但是他並不多 那主要還是來自於本國客人 是跟大陸客人 日本客人還有微福的成長 對於台灣來講 日本人一直都有一個 比較期待能夠來的那種感覺 那但是呢 其他的地方 是不是我們應該要去努力再加強的 這是我們提出來的一個數據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這是來自於 統計的這個觀光旅館是有11間 大家看一下就知道 其實這些都是還不錯的 旱來 君宏 寒暄 國賓 福華 麗尊 華王 華圓 芙蓉 圓山 一大 這些呢其實大部分是商務客人高教團自由客為主 如果我們統計出這一些的飯店的數據是這樣 那表示高雄市的旅遊真的進入寒冬了 那這應該要怎麼辦 怎麼來處理 以我們從數據上面來看 日本客人其實他會來 但是他來的數據 好再給陳醫演一分鐘 謝謝 所以如果日本客人他會來 那其他的客人的影響數字又那麼高 比如說國內的旅客 還有大陸客 這些數字影響那麼高 那到底要怎麼做 比如說 國內的旅客你能不能讓他回頭回頭再回頭 永遠都想要來玩 有時候我們去一個縣市玩 我們會玩好幾次啊 苗栗南庄有很多人去很多店 也是去啊 是不是 有很多店 其實是有人會一去再去 花蓮我也會一去再去 高雄會不會一去再去 诶 屏東會喔 肯定會一去再去喔 那高雄會不會一去再去 是不是 那你如何 因為我們剛剛所講的那些 如果住那些飯店的人 你一定是要走精緻 而且你要是有新鮮感 那你怎麼去營造這些東西 讓他願意來 讓他覺得這個城市獨有 你到其他地方就沒有嘛 我一定要來高雄 有沒有這樣的東西 好 觀光局政局長請答應 好 謝謝主席 謝謝陳議員 我想首先 感謝議員對於觀光的用心 但是議員剛剛所統計的是 我們觀光飯店 我們高雄市的觀光飯店 只有11家 總數的房間只有3600間 但是我們的一般旅館飯店 總共有388家 它的旅館房間數是19000間 據我手上的數字指出的是 從105年的1到6月 跟104年的1到6月相比 我們的國內旅客的增加 是83000多人 也就是3.7% 所以這個數字其實 只是針對觀光旅館的部分 當然我覺得觀光的部分 我們應該更全面性去檢視 是 那剛剛議員提到 有一些是來玩一些的 有一些東西 是 對 但是因為我們現在對於 那我跟議員報告 我們對於觀光客的統計的部分 都是針對旅宿 就是過夜 旅宿的住宿人士來統計 至於他是當天來回 或者是來這裡就遊 玩多久的時間 這個部分沒有辦法統計 所以我們就用旅宿 我們就用住宿的人士來看 大概我手上的數據 目前呈現的是這樣 那至於議員剛剛有提到說 對沒有錯 但是他是觀光旅館 他是有一定的 就是說 他要分析的東西 事實上是不一樣 我當然知道 你中間的角度來 人心的一件事 但是我沒有承認 那些比較 像比較好的 是閃爍的 臺灣 是我想觀光旅館的部分 我們一定會全力的也跟他們 陸續續有跟很多觀光旅館的董事長 有跟他們 或者總經理有跟他們討論 那當然為了配合這個部分 我們其實也很努力的推出 符合高雄特色的很多活動 我跟議員舉例 最近我們辦了一些 一系列的水域活動 還有黑沙玩意節 其實我也到現場去跟我們很多旅客 當場就是做一個抽查的 抽調的這樣的一個問 跟他們詢問 那我們有很多的遊客 其實是來自於其他的縣市 包括國際的旅客 那像水域的活動 我們最近推出一系列 包括金獅湖 愛河跟聯池潭 來了很多的遊客 甚至我們聯談的水域活動 還有來自香港的遊客 為了玩這個一住 就是住一個月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 我覺得這個部分 當然未來我們還會持續再去努力 發展我們高雄特有的一些觀光的遊城 那對於觀光飯店的這個部分 我們也希望結合很多的專案 比如說我們的好玩卡 對於自由行的客人 高端的客人 我們希望能夠吸引他們 所以也謝謝議員對這部分的指教 我們也希望在路客的部分 當然我們沒有放棄 不過我一直也常常強調說 我們對於觀光客 不應該只有單一客員 所以應該是多元的 我們歡迎所有國家的客人 觀光客來到高雄 所以對於大陸的客人的這個部分 我想最近我也跟交通部觀光局 有一些討論 那如果說 願意到大陸再去 大陸也願意讓我們去做行銷 我們也願意到大陸再去做 做這個觀光的行銷 謝謝議員 我跟議員不知道 其實議員也非常清楚 這是大環境的問題 所以我們希望觀光回溫 我們現在都在做很多的努力 我想最快可以看到這個部分 我希望能夠在明年的年中 就是中間 六月之前 我們看看能不能夠 有一點點的努力的 這樣的一個成果 謝謝 謝謝 謝謝陳麗娜議員的質詢 我們休息十分鐘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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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